接下來呢,我們就要來運用你們的這個醒酒器 因為他說要先喝有醒的 不然的話因為沒有醒的,它味道比較烈嘛 就變成說你喝有醒的就喝不太出來 那我現在要來喝這個已經醒過的紅酒囉 我先再喝一口就是沒有醒的,喝喝看 這個比較色耶,最大的差別就是在順不順口的問題 今天的影片結尾一樣會有抽獎時間 記得要開啟C字幕,而且一定要看到最後面喔 喝酒囉 歡迎收看今天晚上的哲哲開箱 如果你身邊有18歲以下的孩童的話 請先把它們支開再來看這一集 因為我們今天又要來酗酒 我們今天一樣是來開箱醒酒器的單元 就是醒酒器顧名思義就是一個 可以讓你的喝的酒變好喝的一個東西 你的酒在開瓶之後 如果可以經過醒酒器的洗禮呢 那你就可以讓酒變得更順口 所以我們今天主要喝的是紅酒 還有威士忌,兩種 兩種都是有點會害到我的酒 你們如果看過上一集的話 就知道我喝完會變什麼德行 為了這個產品,我們還是得要喝 所以我們已經特別在快要收工之前才來錄這一集 那我們今天要開箱這個東西叫做 Vanera Travel 攜帶式電子醒酒器 先打開給大家看 看它到底是長什麼樣 裡面喔,這說明書蠻厚的耶 哇賽 是時候測試醒酒的口感了 準備一瓶單寧厚實或酒體飽滿的紅酒 開瓶後先倒出第一杯沒有醒的紅酒 再使用醒酒器到第二杯醒過的紅酒 先飲用醒過的紅酒再飲用沒有醒過的紅酒 所以它有一些順序的教學 哇 裡面是一個 長得有點像氧氣瓶的東西 然後上面還有一個 這個 很像收音機的天線的東西 所以是要這樣截起來 拉出來 真的是天線耶 喔 要裝六個電池在這裡 然後蓋起來 哇 很高級耶 然後你就按這個下去 就會從這邊吸酒 從這邊倒出來 然後就會喝到醒過的酒 因為酒不是先釀好了嗎 然後它放在瓶子裡面的時候 就是都還沒有接觸到外面的空氣 需要讓它有多一些的 跟空氣的接觸 讓它裡面的那個單寧的成分 會變得比較緩和一點 因為我最近就是在看一些紅酒的漫畫 單寧是會比較捨 以前呢,飾酒師 他如果要醒酒的時候 他都要拿一個這種醒酒瓶 然後就要把紅酒拿出來這樣子倒 因為它就變成大面積的跟空氣接觸 本來是很小面積的 所以他才會故意做成這種寬口的品 然後他連那個倒的手勢或什麼 就有點像沖咖啡 有不同的手勢 倒的手勢都很講究 像我看的那個漫畫裡面啊 一開始他那個人 就很厲害 他就用那種賣油翁的方式 就是很細的那個酒 這樣進來 然後他們就說喝到的酒 就完全不一樣 雖然感覺很像在騙 可是就是有這樣子的技法 這方面運行就要45分鐘 太扯了吧 所以其實你如果沒有透過這種方式 去讓它有一些吸它或是打發它之類的 空把它放在這邊 你就是要等大概45分鐘左右 它才會真的達到醒酒的作用 所以你知道等你想喝的時候 這個感覺都沒了 那我們現在先來喝紅酒 我要先警告你們 因為我一喝酒以後呢 整個人就會變得有點奇怪 所以如果後面你們看不下去呢 就不要再看綠 我們先看一下 我們現在要喝的這個紅酒 它上面有貼我看的那個漫畫耶 神之拿 快點快點給大家看 它會不會是裡面有介紹到的酒啊 這樣我會很有興趣耶 西班牙愛福亞老藤紅葡萄酒 2018年嗎 這是他們最近解鎖的一個酒刀 然後我現在真的不敢開它 因為我怕一開就會割傷我 拿開來這邊就會有一個刀片 就像這樣 好 那我現在不要亂動 給大家看一下我們終於 我不知道軟墓在這麼長耶 我先來聞一下喔 我跟妳講 那個試酒師啊 都是光是瓶子這樣聞 它就可以聞出這個酒 有沒有壞掉 或是它是不是ok的 聞的時候確實是很香耶 照它的說法是 我應該要先倒一個是 沒有醒過的嘛 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來運用這個醒酒器 會 這樣子 固定好 喔 好像卡住 然後就按著它就會從這裡出來對不對 就像飲水機一樣 按囉 可是它這樣有很多泡沫耶 但泡沫很快就消散了 所以其實很快就會變成你認不出來 因為他說要先喝有醒的 不然的話因為沒有醒的 它味道比較烈嘛 就變成說你喝有醒的就喝不太出來 那我現在要來喝這個 已經醒過的紅酒囉 我先再喝一口就是沒有醒的 喝喝看 這個比較色耶 這個真的比較色耶 最大的差別就是在順不順口的問題 這個比較有一種讓我覺得好像在喝烈酒 就是喉嚨會燒耶 這個就比較偏像 有點像果汁 比較順 對不對 很色耶 對很色啊 現在再喝這個 小花園 噴水吃 它是一入口就有一種色跟辣辣的味道 很色耶 這真的很順很 這就比較像果汁對不對 對 好神奇喔 這就是醒酒的魅力 大家可以試試看 其實真的是差很多 就是連我們這些 平常根本不愛喝紅酒 然後覺得 酒就是又難喝又貴的東西的人 都可以明顯的感覺到它的差異 現在臉有紅紅嗎 好像有耶 快樂 我跟你講快樂 等到我還沒喝這一杯的時候 我臉已經會紅了 然後我剛剛要求一杯冰塊 不然我真的會崩潰 這種酒我真的不會想要多喝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醒酒器 我們已經洗過了 我真的把它當啤酒在倒 因為這是啤酒杯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先喝這一杯 有醒過的齁 看起來是蠻漂亮的 這個是沒有醒過的齁 你現在才吞下去了 我聽到那個吞下去了 這有多難呢 這個比藥還難吞耶 這個就是我剛剛這樣喝下去 會覺得就是一個流程 可是這個就是 我一入口以後 我會覺得 我不敢把它吞下去 我覺得啦 你要不要試試看 沒醒得濃很多 對啊 可是會不會有人是要追求這麼濃 我覺得有可能 但我真的不希望 我真的一定要喝醒過的耶 我剛本來以為是冰塊的關係 結果一喝到這一杯它發現完全不是 它真的就是這樣一喝下去 你就會覺得 就是一個冰冰的酒 可以把它喝下去 對 結果這一入口 好可怕啊 一鼓那個就有 對啊一鼓 馬上就出來了 為什麼 這好像就變得比較甜蠻 因為我覺得 對啊 搞不好有人想要裂的啊 怎麼會這樣 醒酒器有分顏色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黑色 白色 藍色 還有紅色 這個 因為有時候去露營會帶酒啊 這個其實你整個裝起來就是這樣子而已 所以你晚上如果露營出去野外還把醒酒器拿出來 大家就會覺得你超級專業 我們呢 今天來開箱的是這個叫做 FINERA travel電子醒酒器 動作比較快 比較省時間 而且很方便攜帶 大家都可以使用喔 很簡單用 放下來 按一按 酒就出來了 我覺得如果一千多塊而已 就可以買對不對 因為你買一瓶酒 就超過一千多塊 那如果說你買一瓶酒 然後再加一個醒酒器 就可以讓它變得比較好喝的話 那當然要買 而且它可以用很久吧 所以是不是很值得買一下 很方便耶 而且還有四個顏色可以選 然後現在買比較便宜 所以你應該趁現在趕快買 這樣子的話 就算以後有人拿很難喝的酒給你喝 你還可以先把它醒一醒 去應酬的時候 你還帶醒酒器 有備而來 然後幫大家醒酒 就是假裝為了大家服務 其實是因為自己怕喝太濃烈的酒 這樣也不錯 有了這個說不定人員會變好 因為朋友家派對的時候也可以帶 然後了解更多它的資訊的話 你可以到它的網站上面去看一下 我們會把那個網站放在影片底下 給你們去參考 最後是我們的抽獎時間 我們要送給一組幸運的觀眾 電子醒酒器 然後你完成以下兩個步驟 第一是訂閱我們的頻道 第二是在影片底下留言 Hashtag折折開箱 我們就抽出一位幸運的觀眾 來送你這個電子醒酒器 可以告訴我們 你覺得哪個顏色比較好看 說不定我們好心一點的話 就會送你你喜歡的顏色 反正就是這樣 那你們可以跟我們分享 你們喜歡喝的酒是什麼種類 我們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一天 大家下次見囉 我們的攝影棚要搬家囉 大家要期待我們搬到新的地方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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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成這樣 是阿瑪 你打成這樣 喔 喔 喔